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周六 3 月 2 日 一宗发生在 2019 年 11 月 12 日的中环黑暴案件判刑 8 位被告罪成分别判囚33 至45 个月 当中不少是专业人士 包括有教师、社工、方社治疗师 其中一位更加是演员 法官彭亮亭引述辩方求情 说演员吴志杰因为案件而遭到解药 所拍摄的广告也被抽起 令到他的演艺梦幻灭,跌入人生谷底 至于社工李兆峰、教师梁姓妍 方社治疗师陈浩良 也可能会失去专业资格 言下之意很简单 我们被告因为案件而失去前途 这个凄惨的情况 法庭甚至是社会都应该要体谅 另一个例子 七一立法会暴动案的被告黄中耀 他在求情信上面的说法就更加露骨 他说自己被捕的时候是40岁 而他在之前一直将表演演戏视为终身的事业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40岁当日之后 他已经被逼离开这个由他12岁开始接触的工作 无论是凄惨也好,被逼也好 主动违法,面临刑责 但就将这件事说成是无奈委屈 根本就是歪理 如果将承担罪责的影响 演绎成为被逼离开事业 被逼失去专业资格 承担两个字还有什么意思呢 承担罪责从来都是沉重 因为牵连的深度广度从来都不小 既是影响自己一生 同时连带身边人生活有变 所以这样才会有阻吓力 以及对社会才起到警惕的作用 当出了事,讲什么受气氛影响 赖什么政府逼市民走这一步 自然就是借口 成年人无视混乱的街头 当局多番地劝语 环顾地要去挑战法律 要记得这个选择不是被逼 而是你们的个人决定 需要知道 2019年只有普通市民被逼地失去生活自由 无奈地面对人生安全受威胁 既然不存在被逼 即无奈违法 用相关的字眼来形容后果 究竟是求情的天真 还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作出承担 假如真是重视自己的演艺事业 珍惜自己的专业资格 根本不会默默然走去违法 既然行得这一步 必然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经过有取舍的考量 结果出了事 反而用这一点来贩卖可怜 同情 输打赢要 这一点才是最令人不舍的地方 进一步来说 几位被告身为专业人士 两位演员也受过多年的教育 明知参与暴动不对 明知做哨兵会面临严重的后果 仍然甘愿亲身上阵 装大违法的声势 连最基本的公民责任 遵守法律都做不到 用这个角度作为切入点 他们理应是最佳一等 最佳一等本来就是不值得可怜 尤其说的是性质那么严重的黑暴事件 反而可以因为失去专业资格 获得同情或者减刑 这种论述本身就是荒谬 试问哪一个违法的人 不需要面对前途的坎坷 正如贾仔一时行差答错 而失去自由 出狱之后想重新投入社会 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 可能要用多两倍 甚至是几倍的努力 去展现诚意 才得到平庸 结身至爱 至关重要 这个也是我们一提再提 三番四次 讲不好犯法的原因 最后 黄中耀在《求情信》里面讲到 他说在演戏上 遇过很多 无私地愿意教导年轻人的前辈 在他们的身上学悉了 学做戏先学做人 要专业之余 更加常怀着谦卑和助人的心 艺人的专业不单只是演戏 社工和教师的专业 也不应该只是局限于 辅导和传授知识 而是应该体验在生活之上 如何以身作则 做好榜样 因为你们是公众人物 又或者是影响着社会风气 和下一代 所以学做人 更加要学手法 要记住 人生没有take two 不是说两句 谦卑和助人的好听说话 不是保拍一个镜头 就可以免除违法的后果一不勾销 唯有承担后果 才可以弥补过错 但如果连当中的影响 都觉得是被逼 委屈 先不要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究竟有没有负义 那一份不奮戏 而展现出来的傲慢 就真的侮辱了自己的专业 今集的邦国出声 编辑部视频来到这里 下一集会在3月22日星期五晚上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看完精彩的评论分析 怎少得支持Vanessa Chow YouTube 的三部曲 留言 赞好 和订阅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们的影片